热心群众为人指路,却遭遇连环套。 第一次见面,姓名、亲人,家庭情况却被人鲁鼠家珍。 所谓神医,为什么那么神? 这个精心编织的圈套,套住了哪些人?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神医落网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5年5月18号上午10点左右, 四川省自共市傅顺县公安局东湖派出所, 来了一位中年妇女。 她神色紧张,步履匆忙, 同行的还有她的丈夫。 今天早上七两个地儿就被人骗了。 你被骗了多少钱呢? 报案的妇女姓王,家住四川省自共市傅顺县的一个农村。 她说,她的两万多块钱被三个人给骗了。 王阿姨总共被人骗了两万九千零二十五块钱。 这数有整有零。 她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这是她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 一下子全没了, 连个零头都没剩下。 坐在派出所接警市的王阿姨, 唉声叹气啊。 她说, 她平时也算是个谨慎的人,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上了别人的当了。 王阿姨今年五十七岁, 她平时在一家幼儿园打工, 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一千来块钱。 2015年5月18号早晨七点多, 她跟往常一样, 步行去幼儿园上班。 不料半路上, 她碰到了一名男子。 妈阿姨平时比较谨慎, 对于陌生男子嘴里所说的医生, 更是闻所未闻。 正当王阿姨准备离开时, 边上又来了一名男子。 两名陌生男子聊得十分热络, 尤其是那刚来的男子, 把那位医生夸得神乎其神。 此时的王阿姨虽然半信半疑, 却也把他们聊天的内容听了进去。 我就想到我姐也是得了癌症, 得我一生气了, 我心情都很难过, 听到这种消息, 她想到有真实的这种事情, 我不是想把我的姐姐带姐姐把她医好啊, 当时就是真的想的。 后来的男子说她知道神医的住处, 这次来找神医, 就是为了感谢她治好了自己母亲的病。 两名男子热情地邀请王阿姨一起去见见神医。 听说神医就住在200米开外的小区里, 王阿姨想着反正离上班时间还早, 跟着去看看也无妨, 于是一行人就聊着家常, 往神医的住处走去。 然后在这三个人就一同就步行嘛, 大概走十来分钟, 最中间这两名行人就在不同的, 就是旁销车打的, 然后跟王阿姨说话, 就说你家里面的信任啊。 很快, 王阿姨在两名男子的带领下来到了神医的住处, 巧的是神医正好在楼下, 一番寒暄之后, 神医谈话的内容很自然地转移到王阿姨身上。 她就看我的书嘛, 她说我妈就说, 就是我妈就喊了我妈, 这个女王室主, 你的丈夫好多岁, 跟你差不多你一个儿一个女, 你一个儿的破小手。 王阿姨说, 她是个警惕性挺高的人, 之前两个男子铺垫了半天神医有多神, 王阿姨根本没信, 她也就是抱着试试看, 或者是叫看热闹的心态, 跟着这俩男的来见了神医, 可是这神医一见她, 居然一下子就能说出她姓什么, 她亲人的年龄, 工作, 子女的状况, 王阿姨一下就懵了, 她这心里边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 对那个神医的话也信了七八分了, 她更没料到, 神医接下来的一番话, 更是直接击中了她的要害, 妈阿姨有一子一女, 女儿已经外嫁, 儿子婚姻不顺, 平日里老两口就带着两个孙女跟儿子生活在一起, 听说儿子在三天之内会出事, 这让王阿姨乱了方寸, 神医说, 王阿姨的儿子也不是没救了, 接下来就得看王阿姨的心到底成不成了, 神医提到了钱, 这让王阿姨又警惕起来, 毕竟这笔钱对王阿姨来说不是小数, 这神医会不会是个骗子呢? 神医一边用儿子出车祸的事情吓唬着王阿姨, 一边有承诺, 等破完灾, 这笔钱会原封不动还给王阿姨, 此时跟王阿姨一起来的陌生男子证实说, 自己之前也是拿钱消灾, 最后神医真把钱还给了他, 王阿姨才打消了疑虑, 她决定先回家取存折, 再上银行取钱, 就拿来算得算得了, 把我都整轨, 我称这个, 我的工资就预得下来, 就跟着预级走嘛, 预下来就预了种子, 所以那时候我去了几下呀, 两家三家, 这些都种子称呀到, 你想嘛, 两万多个人要去很多, 去就九哈呀, 九点就称点啥, 比如一到两家就称两家, 一到三家就称三家。 热心群众为人止路, 却遭遇连环套。 第一次见面, 姓名, 亲人, 家庭情况却被人如数家珍, 所谓神医, 为什么那么神? 这个精心编织的圈套, 套住了哪些人?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神医落网记。 两万九千零二十五块钱, 王阿姨分九次取的, 也就是说, 她是存了九次, 才存够了这笔钱, 她攒这笔钱, 一定攒了很久, 这个有整有零的数字, 我们看了心酸, 王阿姨的丈夫身体不好, 不能工作, 儿子做销售, 平时开销也很大, 还得养两个孙女, 王阿姨平时那一千出头的工资里, 还得补贴家用, 那您算算, 这笔钱, 那是她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也是她和丈夫下半辈子的保障啊, 把孙养到啥, 那这年就购不到钱了, 如果生病了, 要钱来花的嘛, 有哪个要嘛, 我都没自装下来, 就是, 就靠把打工购到钱, 这乐度有事有病啊, 他这得休息, 不能过去找钱, 可是, 为了儿子, 他还是决定, 取钱, 就这样, 那天上午八点多, 傅顺县某银行的监控录像, 记下了这一幕, 一名中年妇女坐在柜台前, 神色凝重地取着钱, 在镜头外, 一名男子也在盯着这一幕, 陪我走那个银行的这边等我, 然后我进去去, 他就在这边等, 他跟我说是取钱, 那个银行的人问你, 就跟他说你去了买房子, 八点四十多, 王阿姨取完钱, 九点零四分, 王阿姨把钱交到神医手中, 把钱交给神医后, 神医叮嘱,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王阿姨稀里糊涂的就回幼儿园上班了, 此时王阿姨的丈夫觉察到了不对劲, 刚刚上班, 进去好好的, 那个人家就跑起来, 问我回去干啥子, 我就没说, 那很多人不知道说啥, 那个神医很多什么, 什么人都不知道说, 我就没说, 妈阿姨这才回过神来, 她赶忙带着丈夫, 一起回到神医的住处, 可此时已是人去楼空, 眼前的场景让王阿姨傻了眼, 她和丈夫赶忙到派出所报警,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接到报警以后, 然后跟那个受害人进去回访, 然后在那个回访的时候, 让受害人带着我们, 就是把他与那个嫌疑人经过的路线, 附我们再走一遍, 然后他说听的话呀, 说做的事了, 再给我们就演一遍, 傅顺警方沿着王阿姨提供的路线仔细查找, 希望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帮王阿姨追回损失, 而王阿姨虽然报了警, 可是失落自责, 后悔害怕, 她都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 辛辛苦苦挣了一点钱, 想撑到吗, 撑到累, 人养到, 为什么都被一下子被这种骗子坏人骗, 骗几乱, 她也去家长以后别个小孩子, 为什么呢, 她就是害怕她疼吗, 那段时间, 王阿姨经常精神恍惚, 虽然一心想瞒着儿子, 可最终还是没瞒过去, 看到王阿姨的精神状态, 家里人都闲不住了, 王阿姨的丈夫只要有空就会上街寻找, 基本上就是从家里面到货里面嘛, 要走几十分钟嘛, 七八日多嘛, 没什么都别走那么远, 去找犯罪品在这儿, 其实王阿姨不会想到就在赋顺县城, 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还有人经历了跟他一样的事情, 他就是说你老二拿我的骗子, 我咋都在骗子, 他说有几个一两三个人, 喊我拿钱去看的, 就回了你说你要住这户, 此时富顺县公安局会议室里的气氛是凝重的, 辖区接二连三发生神医诈骗案, 民警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近发的这个四起, 以冒作神医诈骗的这种诈骗案, 然后有四名受害人, 然后山羽一栏, 然后年龄最大的是81岁, 最小的都是57岁, 被骗的县命的话, 最多的是12万几, 最小的都是1000, 蒙主林女生叫老百姓平家, 公安机关在很大一个程度上, 你能不能够碰啊, 不然你公安局是粮食, 被骗的大多数是我们的退休职工老年人, 被骗的钱, 大多数将近十万元, 我们继续尽快地把案件破了, 为老百姓, 挽回审视。 不到一个月, 赴顺县城接连发生四起类似的案件, 受害者都是老年人, 被骗走的都是这些老年人用来养老的, 治病的全部积蓄, 这让所有人都义愤填膺, 如此嚣张的犯罪嫌疑人究竟是何妨神圣, 痴魅亡良能否悉数落网, 所谓神医, 为什么就能知晓受害人的所有信息呢? 还有没有别的受害人? 明天我们将为您揭开这个骗局,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